我們今天城市走讀呢 這個因為做得太精彩 所以我們被關了 不是 因為我們來到這個 台灣新文化運動紀念館 那這裡呢 就是我們當初 關押很多新文化 這個人的地方對不對 那我們今天也請到我們的老師 來為我們做講解 老師你好 你好 我是文獻館的志工 今天非常榮幸來跟大家分享 新文化運動紀念館的一些事故 對 老師我想問一下 其實這裡我記得 因為我剛剛走進來的時候 我覺得很熟悉 不是那個歷史什麼投胎 託夢熟悉 不是 這裡以前是大同分局對不對 大同分局 對 沒錯 因為以前主持人 有來拜訪過分局長 偵察隊長 來這邊泡茶聊個天這樣子 因為我們是媒體人 所以我走進來就覺得 怎麼好像我來過 結果後來疑問 真的來過 因為現在大同分局已經遷移了對不對 遷在隔壁 對 然後這邊就已經是開放給我們民眾來看 我們當時 當時候台灣的一些新文化運動 它其實是這裡是發跡的地方之一 那其實我們為什麼會在這邊 拘留所這邊的開場 這邊也算是我們當初拘留我們政治犯 新聞化運動的一些人 不聽話的份子的一些地方對不對 我們可以看到 那其實說這邊後面這些牢籠 我們站起來邊走邊看好了 因為我們今天雖然難得做著開場 但是也短短的 對 那我們來看一下 其實我們從這邊來看 你看喔 我有發現這看起來 這好像是木頭對不對 這好像木頭 所以一敲 都是鋼 都是鋼 這是鋼梁 這根本跑不出來 對 跑不出來 然後我發現他們每一個地方 每一間 其實應該不可能一間關一個 我猜啦 可能一間就關好幾位 兩個三個 然後在這邊呢 每一個都有獨立的空間 可是 你只要 你說關了那麼多人 那我要派十幾個人來看著 也很累 但是呢 當時候的人就很聰明 有一個這個監視台 所以他就是蓋一個高地的監視台 那往下就可以看到 每一個 他蓋成那種扇形的對不對 他只要在中間 左右看 一個人 就可以看得到 看得非常清楚 對對對 而且不只這樣 我們還要請鏡頭來 我們往前一下 你看喔 這邊是 這裡有洗手台 就是說每天早上犯人要洗臉刷牙 不好意思 你還是犯人 你還是要在監視下 完成你的這個人權的行為 對不對 不要說沒有人權 到連臉髒的都不給你洗 給你洗啊 但是你要讓我監視啊 誰叫你犯法 這個就沒有辦法了 對不對 可是當時候其實新聞化運動 要講犯法 可是那也是 那個時候時空背景 對 以現在來看 只是一種民主活動的 他的一個主張 對不對 就是說他想要當時候 這個 我們台灣人也好 不管什麼省級的人也好 你從事了有關 這個新聞化運動 可能在當時來看 喔 你這個就不法分子 這個應該來講說 1920年代以後 大道成 是個風雲引起的元代 因為受到 西方的思想傳入以後 很多台灣的青藝 他會鼓吹自己的思想 自己的理念 那這樣子應常常被總督府 欺捕就關在這裡 那像蔣衛水他在這裡 就被關了 逝逝 他一生中 大概有十幾次進入 那個監獄裡面 有十幾次 懂 因為那個時候 當時候日本想殖民 他當然就會比較高壓 就是你 這個台灣有任何的 這個民主聲量 不行 不能從事政治運動 最主要是不能集會 不能從事政治運動 因為他也怕我們突然之間 把他們趕跑 對 好 那其實我們在這個地方 新聞化好多這個 這個館裡面 他其實還有其他的展覽 對不對 有 他當時建的時候 就建了兩個很特殊的 那個工人 第一個是閃行 還有一個水牢 水牢 喔 對對對 水牢這個一定要看一下 因為以前 我們只聽說過水牢 從來沒有親眼看過水牢 這個水牢 大概是台灣唯一的剩下的 只剩下這一個 以前都聽過 而且好像是越戰時期 有沒有 關那個美軍 有沒有 關俘虜的 那現在 原來我們台灣其實以前 以前有過這個水牢 那這個水牢 他其實他只有120公分高 那如果說 一般日本人抓到犯人以後 他一定是先毒打一頓 然後再來 口供 對 看你講不講 對 筆錄做完以後 就完成 那如果碰到顏類的那些 比較 死就不會講 不會講的 你打他如果不會講的 他就把你關在這裡 然後就慢慢換水 水水你就 慢慢換你心裡就會緊張 對對對 等換到這個鼻子 這邊喉嚨鼻子 看你招不到 他就用這一招 其實也是很可能 因為那個時候 可能不是不招 他真的是玩翁 是要招什麼 就不是我 也許有這可能 對不對 那其實當時候的人民 也是很可憐 對啦也是被逼迫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水牢我們看 他的一個說明 就是說 在1933年的時候就設立了 最低到最高處 只有120多公分 也就是說 通常來講 這是一個小朋友的高度 那如果人關進去的話 你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圖 有沒有 你看 根本站也站不起來 半蹲 然後呢 你如果蹲下去的話 就超過那個水位 你就吸不到空氣 對 所以你只能半蹲在那裡 對 那呢 坦白講 那個我們喔 這個 主持人這個年代 還有小時候被罰過半蹲 可以蹲多久 蹲兩個小時 不可能 半蹲 兩分鐘就蹲不掉 真的 就 那你在這邊就是說 你要講不講隨便 對 你不講可以啊 淹死 淹死 對 但是人有求生意志 就一下去又上來 一下去又上來 喔天啊 那到最後怎麼講 是不是冤枉都無所謂 就承認 對 喔這個水勞也是非常的殘忍 但是這個留下來喔 就是讓我們去看一下當時候 他們這個怎麼樣面對犯人 對 對對對 就是說他也是一個歷史 歷史 走過來 就是說我們可以知道說水勞呢 我們可以親眼看一看 遙想一下當時候 這個如果你是真的作惡的話 那最有利的 或是你被冤枉的時候 哇這種感覺喔 非常的叫天不應 叫地不靈 所以我們可以來這邊親眼看一下 對不對 好那老師我們再繼續走走光光 好 好來來來 所以我們看到監視台那個位置 其實你看喔 每一個地方 我們帶鏡頭看一下 哪一個地方呢 都有他一個空間在 但是前面都有個小監視窗 對不對 這樣我們看起來非常的大 這是第二間了 第二間了 然後呢 我們往前面繼續走 欸這裡又有一間 每一間都有個空間 可是都會正對到這個監視台 自己有自己的空間 但是對不起 你都是被監視的 而且呢 大家可以看到這裡有 有這個 衛生設備 但是他這個地方呢 卻不讓你放在裡面 為什麼 可能欸 犯人之間啦 打架鬧事就把你頭這樣灌 那不行 這都金屬了 所以在外面才能夠沖洗 手被伸出來沖水 對 雖然很人性化 也算是一種保護機制啦 然後我們看到每一根真的 像木頭的 其實真的 都不是木頭 都是這個鋼的 這其實真的是跑不掉 而且你看喔 我們一路走來 空間這麼大有沒有 空間非常的大 但是對不起 都逃不過剛剛中間 那個監視台的 那個視線範圍